我跟討厭他很吵 開冷氣啊 那你就開冷氣啊 我們沒有討厭 可以把帽子拆開來嗎 好啦好啦 閉嘴 閉嘴 不要講話 不可以 不可以 很小啊 好啦 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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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走到啊 對啊 放我的風險給你啊 我看你一下喔 還是看你一下 安靜 安靜 不要講話 我先點名喔 快點名吧 你很忙耶 你很忙耶 東西很多耶 衝龍一點好不好 很麻煩好不好 先進 自然 阿彌陀佛 趁牛了嗎 好啦 安靜喔 沒有啦 我們這檔課喔 哈囉 仔細聽喔 不要吃東西喔 我們這檔課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上那個 一維數據分析喔 還有三角蠻數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接下來 開始會把計算機 開始導入在我們的課程裡面喔 所以我們這檔課 一個很簡單的目的就是 要教你使用 這一台國家考試專用的計算機喔 這卡西歐的82solar第二代喔 這一台等一下我們會一人發一台 這樣可以嗎 好 發了之後小高收回來 這不就能回來 有興趣自己去買 來那個冠吉幫我發一下 這裡有10台 然後 蘇軒你幫我發 這裡有10台 然後 然後 一個一個發嗎 那我從這邊發過來 好 好啦不要玩喔 快一點喔 我只要這樣 我只要這樣 謝謝 謝謝 然後這你買了嗎 這你買了嗎 我去買 沒發的 我說呢 選笑了嗎 可是我每個人都會給他 對 那如果不是說每個人都會給他 這一模一樣耶 真的 那個 多喜樂感覺 你幫我發這一張 閉嘴閉嘴 不講話不會怎樣 先檢查一下你的計算機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能不能按 先看看他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我們馬上換 有沒有不能按的狀況 有沒有不能按的狀況 有人您計算機怎麼開去 你知道嗎 這樣叫設計太複雜 你知道厲害一點的計算機還能畫土嗎 你們都沒有遇到那麼厲害的計算機 上面可以做土 然後還彩色 日本的中學數學 他們就要求他們的中學生 要會用計算機畫土 他們用的是那種高科技的計算機 那我想這個東西 台灣的數學教育要開始慢慢有些變化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慢慢的跟同學講 我們先請那個鑫瑜 幫我們發一下那個講義 現在需要開課文嗎 先不用 我們等一下會有投影片 然後會示範怎麼使用計算機 裡面有很多細節 等一下你要跟著我一起操作 這樣可以嗎 我假裝你什麼都不會 我們從頭到尾交一次 有沒有人沒有拿到獎一 大家都拿得到 來蘇倩幫我拍一下電腦 請同學看看我們電腦上的這一台計算機模擬器 我現在教你計算機的最基本功能 會不會太小 其實它有點小 但是你們剛剛還看得到 來 同學2加3怎麼按 2加3 2 輕按2 再按加 3 2 然後按加 再按3 然後怎麼樣 等於5 預備 來 哇 哇 好 這樣你們會覺得計算機很簡單 喔 好用會 欸 計算機喔 有一個清除記憶的功能 來按哪一顆你知道喔 A C 不是 按右上角這一顆 R R是把所有東西清光 A C 它只會清掉一部分 你記憶的東西它不會清掉 我再講一次 如果你要全部清空 請你按右上角那一顆R 有聽到嗎 好 所以2加3你會喔 來請問你2乘3你會不會 2 2乘3 等於6 這樣可以齁 台灣教律是怎麼 這只是剛開始而已喔 等一下你就不會按 我現在不會按 沒有 我想說我不會按 我要你按 1除以200 現在所有人跟著我一起按 1除以200 請問你它出現了什麼 5不0 來 1除以200 按等號出現這個 來有沒有人要告訴我 這是什麼東西 蛤 1除以200 5乘3 對 這叫做5乘上死的-3次方 這個稱為叫什麼東西 科學記號 那你說老師我不喜歡科學記號 那我教你切換它的模式 請你按MOD MOD 然後按9 它就會變成0.005 有看到嗎 WOW WOW MOD9 就是在模式之間做切換 你要不要再按一次 按MOD9 來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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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突然今天覺得自己有學會一件事情 很帥 我跟妳講 為什麽不能貨物是賣掉的 這一台計算機 你最好給我搞懂 因為以後 如果有人要考佛家考試 用的就是這一台 你現在就可以開始去熟悉它 然後接下來 我再教你按 那個 同學 來看我這邊 2分之1加3分之1 你會不會按 你說哈老師 這可以做2分之1加3分之1 我按給你看喔 來看我這邊 2分之1怎麼按呢 先按1 然後再按誰 再按這一顆 有沒有看到這一顆 按下去之後再按2 這個叫2分之1 然後再按加 來加什麼呢 3分之1 先按1 再按這一顆 再按3 然後按等號 就會變成6分之1 他可以加分數喔 對 他可以做分數的運算 可不可以 這很猛耶 太神了吧 需要再示範第二次嗎 需要 需要 我們就再講一次 他就顯示分數嗎 對 那他可以算了嗎 好猛喔 閉嘴 我現在只是問你 我現在講這個東西 需不需要再示範一次 沒有 再一次 不然我再換個數字好了 來 這個我們換一個複雜一點的數字喔 譬如說 3分之7好不好 來7 除以3 然後 乘上 乘上什麼東西 5分之6 啊6 來5 來等於 這樣 5分之什麼東西 你 你們到底看不看喔 他不能顯示怎樣分數喔 2 6 5分之4 對 有看到嗎 我怎麼知道 反正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好不好 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東西都是靠自己摸出來的 這樣嗎問題 然後再來 同學我們最近在學排列組合 跟機率對不對 先教同學怎麼按階層 5階層是120 2 請問你5階層怎麼按 他可以按出階層 來 先按5 先按5 然後請問你階層的符號在哪裡 我找到驚嘆號 3的上面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X驚嘆號 有有有 可是如果你要把這個功能呼叫出來 你不能直接按3 你要先按什麼 Shift 先按Shift 然後再按3 就會出現5階層叫120 有看到嗎 太神了吧 到底行不行啊 現在一次 5階層先按5 再按Shift 再按3 5階層100 然後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不用按等區 不用啊 他這樣很快 然後再來 再來按一個東西 C8取4 怎麼按 來 先按8 跟著我一起按 先按8 然後你知道C多少取多少在哪裡嗎 2 2的上面 可是你要先按Shift 先按Shift 然後再按 C N取R 然後因為我們要取4 再按一個4 然後再按等號 7、8取4 答案叫做70 哇 會再一次喔 再一次 再一次 會3 我會怎麼合下 C8取4 到底會不會啊 他會不會啊 我們來一個複雜的數據 我前兩天去買那個樂透對不對 你猜我有沒有中那個9億多 沒有 我中的怎麼會在這裡呢 對不對 想太多 你知道那個機率有多低 49個數字要選幾個 6個 我們來算C49取6 來 你看喔 C49取6 49 然後按誰呢 Shift 按2 然後取6 來 等於多少 20 百 千 萬 10萬 百萬 千萬 也還好啊 1398萬 3816分之1 所以那表你有沒有機會放 我只有中一個號碼而已 所以你還講機率放嗎 機率很低啊 機率很低嘛 你可能就剛好說的機率很低 好啦 欸 一堆一堆 不要講話 這檔子是 欸 我問你喔 2的三次方 怎麼按 先來2的平方 2的平方怎麼按 先按2 先按2 再按這一顆 有看到嗎 2 按下去 2的平方 就是4 這樣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 來 來 再一次 6的平方 6然後按這一顆 按下去 36 有看到嗎 平方會不會按 會 來 開根號會不會按 來 3開根號怎麼按 先按3 在按 在按什麼 shoot 在按誰 這一個 這一個 再頂下去 1.732 左右 更號3 大約是1.732左右的無理數 可以嗎 他顯示到 他有小數點底下的有限位數 因為他是計算機 但是大家知道 那個無理數 他是不循環的無限小數 他後面是寫不完的對不對 所以他出現的只是一個近視值 聽懂這個意思嗎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你要會喔 請問你 7的四分之三次方 你會不會按 7的四分之三次方 太難了吧 我按給你看 說能靠這邊 7 然後按什麼呢 按哪一顆 按這一顆 不然我們現在按7的三次方好了 來 先按這一顆 然後再按3 就會出現7的三次方 叫343 有看到嗎 來 再一次 譬如說 4的六次方 4 然後按這一顆 這一顆喔 這一顆 然後再按6 就會出現4的六次方 叫4096 他就買一台 這樣一台才200多塊 可以嗎 可以買 來 我剛才講7的四分之三次方怎麼按 來 告訴我 先按誰 7 先按7 然後按什麼 按shooter 按按shooter 按這個鍵就好了 他四分之三怎麼按 先按4 先按4 先按3 然後再按這個 這個 然後再按4 然後這樣等於 就出現了 7的四分之三次方 我幾次 可以嗎 7的四分之三次方 要不要再按一次 來 9的三分之二次方 要不要按按看 9的三分之二次方 先按他 2 3 等號多到 4.5 4.3 6 這樣不會按 然後 還要按一個東西喔 這個東西 等一下 我現在看 還要教會你們什麼東西 A-100加3 會不會按 -100加3 -100 -100 我教你怎麼按4 來 先按100 哈囉 100 100怎麼變成負的 按這一顆 仔細看 這一顆按下去 他就會變成-100 有沒有看到這一顆 這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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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讓他前面的那個符號 會改變 -100 然後加3 加3 計算機都負的97 計算機神仙了 這樣可以嗎 不是 是因為你沒有在用 所以這樣可以 我們啦 -100 唉唷我的天啊 -100加3 來 等號-97 這樣會不會 好 可以的話 我們現在開始看我們投影片 我投影片會講很不好 來 我們現在有教你所用的計算機 哈囉 我們現在用的這台很有名 叫巴西歐 說了 第二代 你看這太陽能計算機 這個國外的中學生 基本上都會用計算機 台灣很少 但是從你們參加開始 我們都盡量跟計算機結合 因為新進國家都用計算機 我們不能再用紙筆去算 我們要用計算機 才可以處理複雜的位置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計算機要先按數值再執行功能 來我們看一下 來你先按看 3加5乘0.21 再減0.8乘6 幫我按出來 答案是-0.75 你按一次看看 你嘗試的按按看 能不能按出-0.75 按不出來請你舉手 我們來研究一下你的問題在哪裡 3加上5乘0.21 再減0.8乘6 答案是-0.75 有按出來嗎 我有 有 然後這裡給同學一個小PEP 0.21 有時候你那個0可以不要按 你可以直接按-2.21就好 這是這台計算機的一個景化功能鍵 你直接按-21 手機計算機直接 對 你那個0不用按沒有差 這樣可以嗎 手機可以電視 對也可以 反正你的手機搞不好比這台厲害 對不對 有可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來我們看下一題 下一題分數的計算 來你按按看 3分之4乘5分之2叫15分之8 你按出這個結果 3分之4乘5分之2叫15分之8 你會按嗎 要不要我按一次給你看 3分之4怎麼按 為什麼是3又3分之1 4 然後按哪一顆 這一顆 3 然後乘 乘什麼 3分之4乘5分之2嘛 乘上2 乘上2 在哪裡 這個5 然後得到多少 15分之8 有看到嗎 3分之4乘5分之2 叫15分之8 所以這個四折運寸的事 你還直接造成 為什麼按不出來 你按不出來嗎 你按不出來嗎 我按出來了 所以他就會自己幫你刺成 好 我承他到處 可不可以 我的按鍵朝鮮上 可以打完一整串 他就會先幫你刺 好 來 我們做下一個 複雜的式子 你會不會按 這個會不會按 我按一次給你看 收藍看我這邊 這樣屏幕太小了 對不起 我把前面的燈關掉 這個有點太亮 有看到嗎 這樣子 這個有點小 我個人的習慣是這樣 我會先按 燈號裡面這一朵東西 所以我先按 0.9的什麼東西 0.9 0.9在哪裡 在這裡 要0.81 然後再減掉什麼東西呢 減掉4乘上1 再乘上什麼東西 0.2 來等於多少 0.01 0.3 0.4 0.4 0.4 0